在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塔姆巴耶夫时 温家宝转达了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阿塔姆巴耶夫的问候 温家宝说 终极建交20年的历史表明 两国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基础之上的 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 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极方坚定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努力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中方表示赞赏和支持 双方要共同努力 保持高层沟通 携手应对挑战 加强执法安全合作 严厉打击三股势力 制定规划大力推进经贸交通等领域的合作 密切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协调配合 阿塔姆巴耶夫请温家宝转达对胡锦涛主席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 他表示 长期以来 中方向极方提供了无私帮助和有力支持 促进了吉尔吉斯斯坦经济社会发展 极方视中国为真诚的朋友和友好的邻邦 高度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愿与中方携手努力 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相信两国关系会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高度重视频 高度重视频